- 蛇蟹 - 蛇蟹 - 蛇蟹 大家請保持沉默 沙漠女王出來了 大家好 新朋友的教朋友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今天我們來玩魔靈召喚 這新遊戲 遊戲推出了兩天 雖然我是第一天開始玩 不過我沒有追到進度到最頂層 即是沒有做超級攻略組 但我覺得這遊戲玩下去真的不錯 電腦版玩下去也非常流暢 還有如果大家有玩過上一代的魔靈召喚 其實也知道這遊戲最令人深刻印象的就是符紋系統 如果沒有玩過魔靈召喚 其實類似陰陽師的裝備就是符紋 每一件符紋升上去都會有不同的效果加成給你 還有兩件套、四件套 這個元素是完完整整地留下來我們新一輯的魔靈召喚 所以如果大家還在懷念當日不停地去拆的時光 我相信這一代應該都可以給你你想要的東西 好啦 今天就不說這些了 之後再慢慢再說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抽卡 我沒有資料控制很多 月 silhouette 只是貼 連了通行證 還可以還有禮包 就是這幾個突行證 魔靈通行證 這個獲 eighty Common哥哥 就直接送一隻極地女王 即是木頭 相對其實前期都比較好用 不過如果有玩開的人更算 其實如果你的五星角色不是升到上去的話 即是不是升上高星的話 其實LV最多只有50級 例如我們用三星的角色 原本只有三星的角色 好像這隻仙女一樣 其實如果你有抽過卡的話 它進化很容易就可以由三星進化到六星 六七星這樣一直升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先培養一些低星的角色 到有資源的時候才找準機會升我們的五星角色 否則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原三星的角色 戰鬥力會比我們五星角色更強 所以有些人就說 四五星其實養不起不如先養三星吧 這個是絕對正確的 好 大家有這個概念就知道了 所以抽卡也不是為了這件必要的東西 但你也要抽三星的角色出來 即是不一定要用四五星角色出來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抽卡啦 抽卡其實現在暫時有幾個卡詞 一個卡詞就是這個沙漠女王火屬性 地獄夫人屬性 和這個孫悟空風屬性 這三個我個人就偏偏抽這個沙漠女王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幾個角色有什麼用的話 其實不妨上一些公開網上看 而這隻沙漠女王吸收和高輸出 前期來說如果你可以真的抽到一兩隻來 升高升的話是相對好用的 大家看看那些人的評價都相當之好 終於完成了現在有抽卡券 不知道要去哪裏 所以又很想抽 不想卡在那裏 而且我那些三星的素材又未夠 全部都卡住在這個紫色六星裏面 而且大家看到這隻高露達水長我都沒有升上去 所以我就決定今集就來抽抽卡 順便看看能否抽到我們這個沙漠女王 好那抽之前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幾隻好用的角色先 先講了我們一些四星角色 四星角色大家可以搜尋這隻上犬祭司火屬性 火屬性這隻祭司基本上就是我們輔助角一隻神角 四星輔助角神角 沒有其他的就是他 所以如果大家說要抽四星角 培養四星角可以先用他 第二隻就是這隻豐屬性的熊貓武士 這隻熊貓武士解除弱化效果 持續恢復縮短技能CD 反擊和防禦力比例傷害和前拉 所有技能都非常之好 這隻是非常強的前排鬥士角色 不要問問什麼 這樣就令他就可以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隻遊戲 大家看到有風屬性、光屬性、暗屬性 水屬性和火屬性 你可能會最初玩這隻遊戲 覺得他不同屬性 就是同一隻角色 然後不同屬性 不是這樣的 這隻遊戲 他不同屬性 整隻角色 是完全不一樣的 即是說這隻風屬性的熊貓 和這隻水屬性的熊貓 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大家看到他們的名字都不一樣的 避影天狼、風燕、墨龍和熊飛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叫你玩風屬性熊貓 是真的玩風屬性的 不要以為你轉了屬性 那他的技能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不是的 我們真的會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要練這隻風屬性熊貓 之後我們再介紹一下這個三星角色 三星角色 我們還有這隻水屬性的哥魯達 進化了這隻鷹 這隻也是前期神角 跟我們風屬性的小精靈小仙子一樣 又可以回血 又可以縮短技能CD 這隻角色非常之強 還有一隻輔助角色 也非常之好 而且他的硬度也相當不錯 另外還有我們的小仙妹 還有我們風屬性的小仙子 這隻角色很好理解 可以加上自己隊的攻擊和防禦力 還有減對方的攻擊和防禦力 這隻角色也是三星角色 也是一隻非常之豪的輔助角色 另外還有我們這隻地獄犬 地獄犬 我們要玩暗屬性的 暗屬性的地獄犬 這隻地獄犬是三星 可以說是我們如果抽到 直接可以上場的一隻戰士類角色 這隻角色但要玩暗屬性 是比較難去培養 如果沒有的話 都不強究可以玩一下其他角色也可以 這隻幾個角色都相當不錯 有些三星角色如果大家抽到優先培養 這也是今集的 為什麼我突然要抽卡的原因 其實我也是想抽一下三四星的素材 因為現在五星未練到 其實練三四星都非常足夠 夠你破關的 如果你卡關的話 不妨就練一下三四星角色 剛剛我講的幾隻 事不宜遲不如直接抽卡 大家看到我已經抽了六十抽這個詞 其他詞也是這樣抽過一下 沒有很用力的抽 但其實是要的 如果真的想玩下去的話 事不宜遲馬上抽一下 我們這個沙漠的女王 不知道會中到什麼 今天就有五十抽 這隻遊戲的機率也不高 只有0.0幾 中到五星魔靈的機會只有1% 我們就沒有太遠了 我們就用三四星了 好嗎 三四星 好 第十抽 天出了紫色的雲 才會有五星 現在這樣是沒有 紅色光就是四星 亡靈海甲 元素 小仙子 肥鳥一隻 多謝大家 神秘女巫 好 地獄拳 如果抽到暗屬性的地獄 就非常好 但沒有 小惡魔將軍 鳥人 光屬性那隻會比較厲害 好 十抽 下一個十抽 第二十抽 好 又中風 厲害 一隻四星都沒有 不愧是我 拋牲 好 拉茲 全部都是拉茲 好 又是沒有的 有一隻四星 拉茲 全部都是肥鳥 仙女也沒有中 鳥也沒有中 我的天 一隻四星 OK 霍爾 給我一隻暗狼 好嗎 給我一隻暗狼 麻煩你 誒 出五星啊 OMG 挖了兩隻五星 甚麼話 大家請保持沉默 沙漠女王 出來了 沙漠女王 出來了 還中了小仙女 No Protect you now 啊 神獸增 挺有型的 誒 沒有研究二隻 這隻稍後研究一下 好了 五十抽都OK 相當不錯 竟然中了兩隻 研究一下剛剛的沙漠增 剛剛的沙漠增 對呀 每一次抽到五星都會彈一泥爆 大家可以按一下自己的能力去放進去 因為都不錯 不過那些全部都可以濃出來 好 我們看看 剛剛抽到的是 沙漠增 沙漠增有甚麼用 以水之氣色引爆 引發爆炸的對方 造成自身防禦力為比例的傷害 然後同時賦予爆擊 命中減少 和凍傷的效果 然後這個 對召喚師賦予護衛效果 若護衛目標被擊中 有一定機會 會對攻擊目標 發動護衛2 OK 這個角色我看來應該都相當不錯 但要高星才能用得到 現在暫時就拿來做著倉管 大家看到我五星角色也不太多 因為沒有特別去課很多 但我相信 慢慢玩也會有 因為這遊戲應該都跟以前那一代一樣 沒有課金可以立刻一步登天 因為符文才是這遊戲的核心 好 今集就來到這裡 有其他旅行遲些再說 我暫時覺得這遊戲都OK 因為我都沒有跟大家去鬥戰力 反而這樣慢慢玩 原來都蠻舒服 難道就是現在玩小遊戲的一個密碼 好 今集來到這裡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想一起玩遊戲的話 就加入我的Discord群 我現在還未開工會 如果有工會想收留我的話 就... 跟我說吧 那我就進來了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分享、OCK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